今天星期的新聞也是非常突發的 這個期待已久的Atomus 第一號這個升空計劃 好事多忙 經過幾次的波折之後 最後就寫上去了 美國的主流媒體其實對這個都寄予厚望 很多詳細的報導 甚至介紹裡面的細節 不過似乎我們都不需要太詳細的介紹 這樣的 因為美國主流媒體當然會大肆報導 美國我們重返月球了 這樣的意思 其實中間也有很多其他探索計劃 但是這次這個叫Atomus這個計劃 就是擺明預備了未來再次帶人上去月亮 還要建立基地做一個很重要的第一期探索 和Atomus這個項目的野心不是純粹為了征服月亮的 因為說真的 阿波羅計劃 50年前 四十幾五十年前 都上過去了 是不是? 我們再去一次 不只是為了再去的 這個項目也是為了 如果我們將來不只是去月亮 還要是去火星 我們在說建立基地這個概念 已經有一些事情就是從美國那裡又再開始了 如果回顧一下我們在九月的時候已經追蹤報導了 然後也跟大家提過就是說 因為它裡面的燃料缸 那些參數不行 又發覺它燃料洩漏 接著就想著兩個星期可以弄回來 又弄不回來 結果就重新大撿一次 到真的都拖到 你想想一下由九月 即是說八月 九月拖到現在十一月中 終於在這個美國時間的十一月十六號的凌晨一點鐘 這裏都是在說他們的 應該是東岸時間 那就才發射星空 基本上大家都一起去live 直播 這次似乎就成功發射了 起碼到現在我們節目做的這一刻為止 就沒有聽任何古怪的事情 即是它發射了 進入軌道 向這個月亮邁進 然後整個任務執行的期間 就在說是26至42天不等 所以其實如果真的想知道有什麼新的發言 成不成功這樣的事情 我們當然會繼續追蹤下去 那你是不是要有料到 都要等明年年初 其實我想今年年尾 我猜到聖誕島 可能我們會 現在我就這樣猜 就應該會有一些事情可以看到的 因為其實在說的是 你去到之後有沒有一些照片可以拍到回來 因為這次不是一個載人的任務來的 它只不過就是已經有一個火箭上面有一個太空艙 那個太空艙是可以載人上去的 但是它這次都不載人上去 但是據說是裝了一些木額在那裡 是 人體的一些 一定要的 是的 因為你想量一下身體不同部分 承受了幾大的衝擊 那些參數你要全部記錄下來的 所以它很想知道就是 如果有一個真人上去的那個舒適度如何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有這樣的意思 你如果放上去快下來 那個人就斷了骨那裡又不行 那當然不行了 是不是 那這件事就是仔細地去做的 剛才這個用語有點問題 不是木偶 是人體模型 所以說清楚一點點 那這次這個Artemis一號 就是純粹是一個無疑的行動 就是一個project 一個mission 但是Artemis二呢 就接著會有空人在那裡的了 Artemis三呢 就應該在2030年之前 前後 那應該有一位女性 和一位的有色人 我不明白為什麼要這樣分開 我沒有這些美國價值 美國新時代的價值 就是一定要有女性的代表 又有不同的膚色種族的代表 那個不是也是人 就是這麼簡單的 就是分開有幾類不同的人 這些其實是自相華 不過這個不在我們節目範圍 好了 這個大家可以跟進那個新聞 因為我相信美國本身會很緊貼這個進展的 我們也不需要花太多篇下去 另外一個似乎都挺有趣的 就是 其實現在是否在實驗室裡面可以做到黑洞 這些呢 大家要 我經常看到這些新聞 就有這樣的標題 但是我自己看的都很小心 就是我會覺得 多數是標題黨的 但是為什麼要特意拿出來說呢 其實剛剛過去這個星期 就出現了至少兩宗 都跟黑洞有關 而我又認為是比較標題黨的新聞 其中一宗就是 就是說我們其實是有能力看到蟲洞的 這樣 那這裡要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看到蟲洞呢 如果大家很有興趣 我們都走不了 它中間那個吸力很強 那個質能很高那一點 我們都不太懂得用我們的理論去解釋 在那裡那些引力是無限大 拔道也無限大 然後我們甚至乎會想到 就是那個時空曲率又會無限大 那樣我們就不懂得去處理這些問題 那以前你看譬如Steven Hawking Roger Penrose 這些這樣的理論的宇宙學家 天文學家 那他們就會是很最深希望 去找到一個好的理論 來去印證一下 我們沒有辦法去觀測 去證實到這些黑洞這些天體 那當然現在我們是有足夠的科學證據 我們認為黑洞是存在的 但是有一個就是很符合大家科學人想像的就是 哇 世界上會不會 就是你說黑洞可以幫我們去扭曲時空 在時空這一塊這樣的材料上面去撕裂了一個點 會不會這些黑洞 它剛好你在這邊撕裂了 另外有一顆黑洞在另一邊撕裂了 它們就會不知道為什麼 它會懂得在中間撥通了 從而令到你有一個好像叮噹隨意門 那些這樣的效果 你一邊進來可以第二邊出回來 怎樣也好 有一種可以令你完全跨越空間 你要從這裡去到那裡 你不用真的要走那麼遠 你真的是在時空自己摺跌了 令你可以從這個位置已經不需要經歷過中間的距離 透過空間扭曲已經去到第二處很遠的地方 這種構想中很科幻的天體就是蟲洞 我們就會說蟲洞會不會存在呢? 數學上似乎我們現在還未找到 我們可以建立一些數學模型 或者數學上似乎是容許這些蟲洞存在 數學上容許等不等於現實上存在呢? 有人就說現實上很難存在的 因為如果蟲洞這些就算數學上可能 但是可能它是很不穩定的東西來的 你給一些東西穿過去就會散了 這樣 就等於你想將一支原生筆打動 這樣動起來不要倒閉這樣 理論上它可以有一個平衡點 但是你要手勢很好 還有一點風吹早動就會倒閉了 那這些這樣 就是如果有這些這樣的 由撕裂時空的黑洞而形成的蟲洞現象 到底在實際上的天文存在呢? 那這個星期有個新聞的標題就是 其實它是會存在的 它是準備給我們去量度的 它講到這樣的 但是其實如果你看真一點的內文 其實它在講就是 它們提出了一個方法 你可以幫它們去發現有沒有這些東西存在 如果講的比較實際一點 這些就是擺明了 我這些就不夠聰明了 我做節目都不會作標題欺騙你們去看的 那 原來就是這樣的 但是這個就是關乎我們在過去這幾年 我們有一對科學家 他能夠做到一個叫做事件事界望遠鏡 叫做EHT 這個這樣的天文望遠鏡 來看一下黑洞的真實樣貌 就是說 有一些其他的天文學家就認為 只要你可以利用到這個EHT 這個天文望遠鏡 專門幫我們看黑洞的天文望遠鏡 用它的數據 在數據裡面的某些特徵 你就可以幫我去做一些篩選 來去找一些我們認為有可能出現到蟲動的地方 那就是說有人提出一個方法 去由觀測證據幫我們抽屍摸鴨 變成這個研究也是有它的意義 就是說這些這樣的蟲動 會不會還是好像我們以往這樣想 是一些很天空流角的東西呢 原來我們可能可以嘗試找一 透過一些數據分析的方法 分析它的影像 去找一下會不會有些地方出現了蟲動的現象 而我們不知道呢 那我們可以嘗試去找 但是最後就算可以跟蹤這個方法 找不找到呢 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找不到也都不棄的 但是那個標題說 可能已經是被發現了 那為什麼會可能被發現呢 那沒有的 因為數據已經拍了下來 只不過我們還沒有用它提出的方法去做分析 所以標題你寫到這樣的時候 那就是在說有人在做這個分析 在找著有的沒有這樣 那就是說如果真的有的話 你應該就會在這堆數據上找到了 這個意思 另外又要多說另外一件事 就是剛剛這個星期 也有另外一批天文物理學家提出 他們能夠做一個實驗來模擬一下 在那個天空上面 黑洞的一些物理條件 那 就是 你問我呢 我覺得有些事情就會很非而阻私 就是 黑洞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物理條件 就是那個時空曲率是很高 引力是很大 其實如果你用廣義相對論的概念 你說時空曲率很高和引力很大 兩東西其實是很相通的 就是不是必然可以等於一樣 但是基本上兩個概念是很相通的 正正因為它引力很大就它 其實用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 就是它的時空曲率很高的意思 但是我們在地球上 沒有可能做到這樣 因為你要做到這樣 你的能量密度要很大 但是我們知道在黑洞的 那個叫做Event Horizon 在那個快要跌進去 又沒有跌進去中間那條邊界那裡 那條視界那裡 基本上大家就排隊 齊齊整整地準備跌下去了 其實有人就會去問 我們有沒有辦法在那個 那個這樣的情景之下 找到一些霍金輻射的證據呢 那在地面上面又有人就嘗試了 我就將一些的原子 整到很整齊排列 一行這樣去行進 就模擬在這個 黑洞上面那個時界那裡發生的事 那在黑洞上面的時界 就是因為它們給萬有引力去牽引 就令到迫著那些這樣的物質 最後就排隊一行一行 這樣前進就準備跌下去了 但是現在我在地面 我就用自己的方法 不是用引力的方法 去整一行整齊排隊的原子出來 然後去觀察一下上面的量子力學現象 來去嘗試找一下 有沒有一些真的 一些的機制是可以對應到 幫我們理解霍金輻射的 其實我也覺得這個實驗是挺有意思的 但是是否完全代表著它已經重複了黑洞 我就會說要打個折 它就重複了在黑洞上面 尤其是在那個叫做世界的範圍 某一些的物理條件 而從那裡去嘗試找不找到一些 可以幫我們證實有霍金輻射的一些證據 所以它最後發表出來的期刊 都是一個中上的期刊 就不是頂級的期刊 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這個在實際上 我們在將來有沒有可能做到呢? 就是如果我們觀察那些天文營造的時候 要麼你就只能夠透過觀察 來找它的證據 但是有時候你怎樣去抽屍剝繭 找到正是來自那個世界的那些信號 我想這個就一點都不容易 因為其實整個黑洞 它最光最亮的就不是那個世界 也都不是那個洞裡面 那個洞是不發光的 而是黑洞的這個洞外面 那些東西就重複了 就很光的 我們就可以去測量一下 然後透過去哪裏 去哪裏更暗的 我們重組那個影像出來 所以那個EHT的天文望遠鏡 就是這樣叫做 我們幫我們去看到那個黑洞 是什麼樣子 這些東西我還是覺得 無論這個叫什麼 重複黑洞上面的物理條件 還是那個嘗試企圖 證實重動 這些東西都還是一個 叫做很不完整的一個 這個未完成 我不可以說很不完整 也都不是太 我不會說是假的 但是是一個不完整 也都本身未完成的一些探索 是啊 但是這些全部都是標題黨來的 只不過說它標題得好些 吸引了我們去講這個 但是我一樣不太明白的 就是說 剛才你提到一個很重引力的時候 會出現一個時空曲率 那麼空間的曲率 我很容易理解 就是那個空間率 但是什麼叫做時間的曲率呢 是什麼意思呢 首先說空間曲率 其實都不容易理解的 OK 其實講的簡單一點就是 你站在一個什麼的球上面 你站在一個整個足球場 這麼大的氣球那裡 你在上面你都勉強可以 某程度上 可以當它是一個小小的平面 有些地方讓你散步 我要你站在一個排球上面 你就會覺得很曲 是不是 你就很容易滑下來了 這樣 這個你可以理解 一個空間的曲率 你就可以自己想像 站在一個球體上面 如何去感受 時間的曲率是怎樣呢 那麼你就會看到 那個時間流走的速度 跟我在一個沒有曲的時間軸 那裡是時間流走的速度有所不同 如果空間曲的意思是什麼呢 我在上面移動的時候 我發覺去不同位置的時候 你看到我 我以為自己走直線 但是實際走曲線 那種程度偏差可以有很大的分別 就是我走少少 我以為自己走少少直線 但是原來已經走一條很曲的線 那這個為之 那個空間就扭得很曲 如果時間扭得很曲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我以為我也是過了一秒 但是原來跟別人的差距差很遠 那就是那種 這個就是大家如果聽過相對論的 那些很有趣的故事 就會聽過 就是時間流走和外面不一樣 那黑洞一個引力這麼強的天體 你在外面和它輕輕擦身而過 給它的重力影響一下呢 你的時間流走的會慢很多 你在黑洞外面不斷繞一繞 出來你會發現外面的世界已經過了很多年 這個就是所謂的叫做 時間的曲率就是這個意思了 那這個引力不僅止讓時間是彎曲 還要是連空間都彎曲 所以就說 黑洞引力令到時空曲率很大 就是這樣理解 很科幻 不過我們基本上作為人類 就沒有機會在我們實際經驗上 是的 所以來到這裡 我反而覺得 一開始我們說的Artemis的探索任務 接下來真的會有些實際的東西給我們看到 雖然你說是一些科技的東西 但是你說如果給我去看到 就是真的找到一些月亮上面 存在一些很適合的條件 尤其是在那些極地的地帶 他們已經確認了 有十幾個地方準備去探索的 而且去那裡嘗試找一下會不會有水 甚至乎方不方便建立基地、溫度 這些參數是怎樣的呢 我們似乎在講的是 可能是一個月 我們就有一個比較實在的答案 那原來可能在2030之前 我們原來開始 你會看到月亮上面 第一座的建築物 人工的建築物 就是很古奇的 是不是 好 那我們在這次結束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來吧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